欢迎来小小城市,我是齐耀 开始前先和大家预告一下 在今晚7月27号星期六晚上9点 我和酒后商谈的Calvin会共同有一场直播 也就是主题叫与赵家有约 我们邀请了赵丽兰女士跟王燕葛先生 一同来作访我们的节目 最希望的就是可以让民众 让大家对于赵明夫的案件有更深的一层了解 也可以进行更多的交流 这件事情是在建首相安华前所开始的 所以我们也希望说 真实上他们的诉求会是什么 民众不管你是报时者怎样的看法 欢迎来参与,欢迎来留言发文 今天想和大家聊一下这个新闻 请看一下 其实这个新闻我算是迟到了 因为昨天晚上到今天早上 我都人不是很舒服 但是竟然做了影片 主要就是我有一些不同的看法 所以昨天其实网络上对这个文告呢 都已经吵了一波了 主要就是我们呢 期盼了这么久 关系到华教一眼的这一个文告呢 出来的时候 感觉有一点磨灵两可 那我就长话短说 其实最具争议的就是第二段的一个词 这个词呢就是叫 也就是呢 到底这一个教育部 他说他要给予这一个 我们说华小或者是非穆斯林学校呢 去进行这一个筹款 自由的进行筹款 跟任何的这一个商家 包括啤酒商 博彩业商的这一个东西 是已经给予了绿灯 让他们直接通过了 还是说第二种说法 叫做考虑 主要其实就是网络上 大家在朝着 到底是哪一个版本 如果是第一个版本的话 Memberi Patimbangan 有的人就认为说呢 其实教育部呢 已经是直接给予这个放行了 叫特别考量 给这一个这个华小 或者是非穆斯林的这个学校 也就代表说 之前陆兆福在内阁里面 争取的一切都是成真了 当然如果是按照第一个版本的话 我自己非常非常的开心 这个股掌 然后给陆兆福非常多的赞 也给教育部很大的赞 当然网络上也有第二种说法 也就是呢 他们担心说 Memberi Patimbangan 会不会是呢 只是在考虑 意思是讲呢 其实对于原有的这一个法令 所以原有的这个通令呢 完全没有进行任何的改变 也就是我们维持现况 只是现在呢 教育部当你每一次要求要这个筹款的时候 他还会需要再由他批准一次 所以有人会担心这件事情 那出现了这两种说法 我第一个想法就是呢 实际上我们是不需要进行太多的辩论的 因为呢 其实这件事情 你辩论来辩论去 你翻十点早来早去呢 是不会有一个定案的 最终的定案很容易 就看说到最后呢 这一个文稿里面 有没有出现这个更改 有更改就是第一种说法 没有更改 很可能是第二种说法了 OK 然后我今天也想主要讨论一下 关于第二种说法了 我知道呢 很多人对于这一个文稿出炉呢 是觉得有点小失望的 因为这样的话 是不是跟陆兆福说的 之前答应的有一点不太一样的 而且这些人呢 未必是马化的支持者 也未必是国盟的支持者 很多可能是西蒙的支持者 但是希望说西蒙可以争取的更多 而现在如果是出现第二种状况的 其实我认为 华瑟真正失去的是一份安全感 不代表说不安全 但是我们失去一份安全感 两者之间其实是有一个 蛮大的一个差别的 怎么讲呢 就有点类似于 大家有没有过那种 玻璃的那种桥 OK 强化玻璃的桥 在一个山谷下 搭一个玻璃的这个桥 那你要说这个桥 它安不安全呢 它其实科学上来讲 是绝对安全的 不过呢 你过的时候 你脚会抖 因为呢 你没有什么安全感 你还是心理上会觉得很害怕 OK 而为什么我会讲说 这一个文告出来 华瑟更多时候是没有安全感 而不是直接丧失安全呢 主要是有两个新闻 其实有向大家论真这一点 OK 首先第一样事情就是呢 这一个文告出来之后 董总对于这一个决定 是表示非常的开心 而且高度的赞扬了 他们也相信说呢 陆兆福已经尽了力 所以这件事情呢 就应该是这样子 甚至在其他事情上 他也希望说呢 这一个教育部 也有相同的这个力度 和相同的这种做法 OK 所以意思是讲呢 非常照顾我们的 这一个华瑟的董总 其实已经发言 表示对这样的做法满意 我认为 换而言之 也就是呢 这整个东西 照理来讲 至少是不会出现 什么样的改变的 如果这个东西 其实是有侵蚀到 我们华瑟的利益 如果这个文告出来之后呢 其实会让我们整个华教呢 越来越走下坡的话 董总是不会出来 赞扬这件事情的 OK 所以我认为 可能在私底下呢 已经进行了 进一步的这个沟通 我们已经也知道说 接下来会发生什么事情 董总才会出来 给这个生命 OK 那第二样事情呢 则是我们的 副教育部长 黄家和呢 也已经出来打保单 讲说呢 下一场的这个议演 肯定没有问题 也意思是讲的 之前有的这些 啤酒的这些logo 之前请的这些酒上 全部都不会受影响 这件事情很简单的 副教育部长呢 打了这个保单 拍了胸膛讲的 下一场这个议演 也是近期的事情 我们只要一看 就知道了 OK 所以目前呢 不管是从这个 教育部 或者是从这个 董总的这个立场来看呢 感觉一切都会 顺利的进行 这就是为什么 我讲说 应该是安全的 不过 安全感这一回事 就不一定是这样的 因为呢 实际上 华社希望的 最要看到的 就是呢 你发出来的文告 最好是白纸黑纸 直接把这个 这个原本的通通令 写下来 然后进行这个修改 这是大家 最希望看到的 这个事情了 那最后呢 和大家聊一下 为什么教育部会发出 一个这么 模拟两可的文告呢 其实如果你有关注 这个马来圈子 尤其是TikTok的话呢 你肯定会知道了 OK 我看到其中一篇 是这个教育部长的 一个TikTok video 关系到华教艺人的 下面呢 有8000多个comment 全部都是在骂他 OK 全部是马来网民在骂他的 OK So 这件事情呢 其实马来社区里面呢 就像是这个压力国这样 就是要炸开的 当然一样的 中文媒体这边呢 我也是看到 超级多人在骂 这个教育部长的了 所以基本上是两边都吃力不讨好 所以没有办法 这个文告呢 就写成模拟两可 然后感觉两边呢 都在猜测 然后两边好像骂也不太骂得下去的 所以回到一句 我认为这个文告呢 最后要看的 就是看它的结果 我们要关注接下去的一眼 是不是如之前这样子 可以顺利的走下去 我们要关注未来实场一眼呢 会不会出现可能没有被批准的这样子的一个状况 其实如果一切遭就 如果一切呢 我们的华教一眼都是能够如期的举行 顺利的举行 实际上这件事情就应该给予肯定了 就是过关了 OK 所以我其实看法跟董总一样了 我相信这个教育部长也好 还是我们副教育部长黄家和呢 里面应该也是做了很多的这个周旋 不然文告其实应该不会拖到这么久的时候才出来了 所以最后呢 我再重申一次了 也就是如果这一个文告出了之后 是像第一个版本讲的 就是真的在白纸黑字上写清楚了 那毋庸置疑 高度的赞赏 那如果是第二个版本的话 我们要关注的就是 下一场一眼跟下几场一眼 会不会顺利的举行 其实如果顺利的举行的话 安全感就会随着你每一次 都有安全的过关 慢慢的建立起来 OK 这也是我们希望可以看到的一个状况 OK 这期就到这边 我们下期见 拜拜